暑假期间不止小朋友有夏丽玲可以参加 卢竹农会也有国画课 让家政班员培养艺术细胞 才上过六堂课的婆婆妈妈们 目前还在临摹菊花的阶段 因为喜欢画画 所以有位班员校说 再过十年等她八十岁就要开画展 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我是想说七十才开始 准备八十岁来开画展 家政班成员专心作画 一边还有老师个别指导 光是画叶子的笔法 还有颜色的建成 就让许多班员伤透脑筋 家政班班员大部分都已经是妈妈还有阿嬷 他们表示平常在家是打发时间 现在来上课又有作品 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上了几堂课下来 有概念了 所以说他们一直笑我说 我很自恋 所以说我画的 我觉得我自己画的还不错 所以说还好 这样子 有初学者 这个就是我画的 老师上一堂课教的 我第一次就画出来了 不是老师那么美 个字还好 以前就对国画有兴趣了 但是第一次接到绝对不错 我们这个老师很好 他也是我们家政班的班员 他无私的教我们 让我们一下子就能上手 这是我很感谢老师的 其实在家政班教国画的老师 本身也是家政班的一员 因为本身学习国画多年 在农会的强力邀请下 才答应献出第一次的教学经验 国画就是你平常 你平常你在家你想到 你笔拿起来 你就可以画 因为你学了以后 你有动笔 你就会有成就 原本农会预计国画班 只会开20个小时的课程 但是学员反应热烈 所以目前可能会变成常态教学 这样一来 学员们开画展的梦想 可能真的有机会达成 圈福堂有些新闻 陈明健常报道